然後這一款呢 又是比較微美氣質一點 相信很多人在找這種衣服 那這件白色它會微透一點點 雖然它裡面有內裏 但是它這個內裏是雪紡薄的內裏 所以會有點微透 建議大家穿淺色一點的內衣 好好好 我也等大家如果有胡 趕快跟我講 我再次才會繼續 好了嗎 好了嗎 好了好了 很像又開始有點胡了 沒關係我會等大家 大家不用擔心 我會等大家再說 好這一件剛剛有講了 它是比較偏提花 就是比較小女人性感一點的感覺 謝謝妹妹分享 正常了好正常了我繼續囉 好 好了 好這件提花上衣呢 它就是偏比較就是小女人一點點 然後不會那麼露 因為大家可以看這次是寬肩帶的設計 然後配上小蛙肩 好小蛙肩來 它最特別的地方是這邊 大家看一下 火袖的地方 好它兩邊都是 這是妞妞覺得最特別 最喜歡的地方 強度呢是正常的 然後 再等這件事穿 好也太美了 好然後它可以圍紮 不用等了 你們現在看完等一下可以去搶購了 因為這個好多人在等 好 然後後背是這樣子 它這上面有一個扣子 這邊 這邊有一個扣子可以扣起來 後面就是唯美露背的提花 粉絲封面罩那件有嗎 可能要截圖給我喔 這件尺寸有限制嗎 再提醒大家一次 提花的東西比較沒有彈性 所以這一件呢 我覺得穿著感可以穿到M號 對 因為 雖然肚這邊可以穿到L 可是這邊如果是L號的人 可能會有點K 這個呢 大概到M號差不多 好再講一次 我快速再講一遍 因為剛剛訊號不好 這一件是屬於比較小女人公主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它是寬袖的設計 然後挖肩 最特別的地方是它兩邊都是剖袖 我覺得非常的造型感 幫大家解決了想不敢肉肉手臂 不敢嗅出肉肉手臂 好再來呢 後背是整個都是提花籠空的微露性感 不會到太露 大家不用太擔心喔 好然後呢 提花剛剛你有講過 都沒有彈性 所以我建議這一款就是穿到M號左右就好了 L號可以 但是我想這邊會比較合一點點 看你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可以的話是OK的 因為下擺的寬度 L號是可以穿的 好我相信大家也很期待黑色喔 好黑色 來 嗯黑色呢 黑色也非常的美喔 好 來它這個最厲害的我覺得真的是剖袖的地方 好就是非常的飄逸喔 幫大家做了一個剖袖的設計 然後這一款呢 特別幫大家選比較沒有那麼露 因為有一些蕾絲的東西就是細肩帶什麼的 但是這次選擇一個寬版的設計 好非常適合大家 一樣有一層內裡 但是內裡它是薄的雪紡 大家有看到透透的 薄的這一款的內裡不是厚的 是薄透的 好然後它的內裡只有前面喔 所以後面是整件樓空的 但是還好我覺得是若隱若現 因為沒有太不會到太誇張太露 來一樣再秀最後一次它薄秀的地方 超美的 然後再秀最後一次 再秀最後一次 再秀最後一次